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票房收入从十年前的不到十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余六十亿美元 一线演员的片酬也水涨船高 而大手笔的网剧正进一步推升他们的片酬 网单可以看到电影《老大哥国际巨星》成龙以3.3亿位居榜首 看来大哥依旧宝刀未劳 女演员方面范冰冰成为前五里唯一一位女性 狂赚三亿 男性方面小鲜肉占据了半壁江山 今年没什么大动作的洋洋 却成为小鲜肉中最高收入 温身发大财 吴亦凡则未居十位 一名常驻北京 不愿透露姓灵的电影制作人表示 演员片酬可以占到一部网剧制作成本的70% 他说中国电视剧太依赖明星了 很多人认为这种天价片酬与演技水平并不匹配 中国明星群体的收入不断飙升 与此同时 中共试图对该群体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加以利用 并努力对他们的片酬加以一致 感觉明星钱可真好挣 以前大几千万 一亿都够吃惊了 现在都奔着两三亿去了 刘涛厉害了 复出之后路线走得太好了 代言特别特别多 目前所有明星在手的代言就数他最多 加起来五十个 全是在有效期的 快销大台各领域都有 成龙周杰伦还是值得的 成龙有了又演又拼 周杰伦一年到头连轴转不停开演唱会 但是某些人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 业务能力明显成反比 网友感叹 可怕 几年前看电视里说 李宇春还是周杰伦年收入七千万 是明星率收入最高的 觉得也太好赚了吧 没想到现在都按一来算了 我等平民真的瑟瑟发抖 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 这贫富差距国家 是不是应该管控一下了 孟杰伦年收入最高的